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七分鐘的時間 從政府送你假親戚 和大家一起來聊聊新疆的結隊認清計劃吧! 如果現在政府決定送個陌生人到你家 說這就是你哥哥姐姐 以後都會跟你一起吃飯一起睡覺 你會想要嗎?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毛骨悚然啦 而事實上 這是中國正在新疆執行的結隊認清計劃 而且執行已經超過四年了 這集的左邊鄰居觀察系列 之習大大送假親戚到你家 就來跟大家聊聊這個計劃到底在幹嘛 從2014年開始 中國政府開始派出共產黨員 和新疆當地的漢人 到新疆的維吾爾族獨特莊常駐 中國政府還提出的口號叫做 《訪民情惠民生巨明星》 希望能夠增加新疆不同族群彼此的了解 而維族家庭裡 有些小孩子會稱呼為這些親戚哥哥姐姐 年長一點的維族人 則會被這些親戚視為在新疆的父親、母親 但老實說,大家根本就沒有學有關係 也因此,這些不請自來的客人 還被外國媒體稱為假親戚 然而,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 中國政府派來的這些親戚們 完全不是一起吃飯睡覺 同住在一個屋簷下這麼簡單 他們真正的任務包含了 監視通報是否有集團分子 以及教育轉化、再教育營列管對象的家庭 維吾爾族主要信仰伊斯蘭教 語言則是突厥語 對於維吾爾族有很強的認同感 在1930和1940年代 也曾經透過英國和俄國的支柱 脫離中國統治兩度建國 這使得中國一直不敢鬆懈對新疆的管理 而1990年後 新疆發生了多起暴力恐怖的攻擊 其中涉案的恐怖組織 東伊運在新疆維族自治區涉有分支 使得中國政府再度收緊對維族的控制 而2014年開始 中國政府採取再教育營 結隊認清雙管旗下的方式 從思想、行為、信仰徹底的嚴防 新疆維族有任何一絲脫離控制的可能性 緊接著,2016年 陳全國出任了新疆自治區的黨委書記 密集的派出中共黨員到維吾爾族村莊常駐 並且建立監控點和人臉辨識系統 密集到幾乎跟露天的監獄沒有什麼差別 但這麼多的維族家庭 要怎麼每個家庭都結對認清呢? 首先,當然是不可能拜訪所有維族家庭啦 中國政府目前是採分批進行的 第一批是2014年先派了20萬個黨員隨機訪視 接著第二批則是在2016年再派了11萬個公務員 訪視的對象是家人在坐牢的 或是有被警察打死的維族家庭 第三批則是在2017年 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總共有100多萬個人進入維族家庭中 而且是被再教育營關押的家庭 那綜合以上,我們似乎也可以觀察出 中國政府對於這個計畫的期待 應該不是促進族群融洽這麼簡單喔! 新疆自治區監委網站2017年的報導解釋 雖然名義上是節親戚 但政府派來的這些假親戚們 不只是一起吃飯睡覺而已 一早還要開小組會議 中午開始逐一拜訪被分配的家庭 那下午又再開一次小組會議 緊接著晚上開座堂會討論今天一整天的觀察 但假親戚們開完晚上的座堂會還不夠 還得要把跟維族一起合影的生活照 放上微博、微信這些社群上 才算是告一段落 那有人就忍不出 從白天到晚上沒一刻停 真的好像在機關加班加點的感覺啊! 那此外,人權官道報告也指出 這些親戚們乍看若無其事的閒聊 可能實際上是在進行潛在極端分子的調查 比如假親戚們會去菜市場買一些肉餡 回到維族家,提議說要一起熬水餃 稍稍看看維族人會不會問這是什麼肉 又或者遞香菸或啤酒給維族人 問他們要不要抽一根 看維族人會不會退縮 而維族人的每個反應都會被記錄在表單中 一旦表單中的記錄經過分析後 被判定為潛在極端分子 但維族人很有可能就會被送到特定的機構 由國家來修復他們的缺陷 而這個特定的機構也被認為 很有可能指的就是在教育英 而隨著計畫執行至今也四年多了 現在維族村裡面的小孩 只要看到又有假親戚來了 就會反射性的大喊 我愛中國!我愛習大大! 嗯...不知道該說是對計畫感到認同 又或者只是表演給假親戚們看的 我們查了一下資料後發現 結對認清計畫背後可能引談了一些問題 比方說維族小孩的漢語比長輩文好 常會擔任翻譯的角色 讓假親戚們聽懂維族人在說什麼 但這往往也讓維族小孩很了難 如果維族小孩一五一十的翻譯出 維族大人們在談論什麼 那可能就會把整個維族家庭暴露在危險當中 可是有所保留的話 又會被假親戚認為可能是在隱瞞事實 又會被懷疑是極萬分子 而且突然從天而降一個假親戚 在家裡教導維族小孩該信什麼 該懷疑什麼 這種舉動可能會讓維族小孩把假親戚跟爸媽的角色混淆 而《紐約時報》也指出 維族人在這個計畫的要求下 也必須主動舉報可疑的極端分子 而這個舉動可能摧毀了維族人彼此之間的興建 彷彿當年的文化大革命再現 西方媒體顧慮了人權問題 中國政府不可能不曉得 但現階段人權並非中國政府的首要任務 而是新疆的和平穩定 新疆獨立運動暴力攻擊事件 每出現一次就等於是再次提醒全中國的民眾 政府仍然沒有辦法把新疆給治理好 而這對中國的統治來說也是一個威脅 同時也會影響到中國對西藏、香港的質疑 因此對中國政府來說 絕對認清這樣的權力性滲透 監視維族家庭的手段最有其必要性 而至於維族與漢人數百年來的族群矛盾 會不會這四年多的絕對認清計畫就化解嗎? 我自己是覺得不太可能 維族和漢族因為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的差異 幾百年下來累積的矛盾 基本上已經是根深蒂固了 有些漢人看到維族信 會冒出維族人賣東西框錢 維族可能會遲到場景的影響 而相反的 有些維族人在城市求學 也不敢參加維族通商會 生怕被注意到就會被漢人給霸凌 先前中國政府也嘗試過比較寬鬆的治理政策 想要化解兩個族群之間的隔閡 卻也還是宣告失敗 我自己是覺得 不同族群要生活在統一空間 最終還是得尊重對方跟自己的差異 才有可能和平相處啊 嗯?我剛剛是不是有點在左膠了? 好啦,那到最後面也要來問問大家 如果現在政府為了促進不同縣市民眾的交流 決定派外縣市的陌生人到你家住 你會… 欸,不要!陌生人住家裡很怪耶! 你好啊,搞不好,可以認識新朋友 C其他,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席大大為什麼要送甲金器到維族家裡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剛剛提到的左膠到底是什麼意思 以及更多左邊鄰居觀察日記 都在這個地方喔 然後也不要…